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两个先说吧 我先走了 你放心吧 我知道该怎么说 你怎么在这里啊 是公主让我在这里等你的 他同意了 同意什么 同意我们俩拜天地啊 他同意了 我没同意 为什么 我又没说要做你媳妇 为什么要跟你拜天地啊 你 你如果不同意的话 那你为什么坐着轿子上我们家 那是因为我爹骗我说是另外一个人我才去的 如果知道是你的话 我是不会去的 你说话不算数 我 就算我说话不算数 那你自己呢 你跟我说你会武功 你会吗 你不是在骗我吗 既然你说话不算数了 那我为什么要说话算数呢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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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说话不能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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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了老子的媳妇是不是你 这话又从何说起 你想怎么样吗 还我媳妇 还我媳妇 你为什么不还手 打够了吗 没够就再打两下 你说 你为什么要抢我媳妇 他 天子 我并没有恶意 只是看着你为人油滑 一时兴起想跟你开个玩笑 此外也是想激你去学会一两门武功 日后也好做防身之用 别无他意 我一路上和孟姑娘也是以兄妹相待 并无半点非礼之举 你又何必这么激动啊 你说得好听 你倒没有非礼 可你一路上又是嫌武功 又是装好人 害得孟如一心只是喜欢你 害得我瞎忙了半天 你说冯太人的 红大人打架为了什么呀 听着像是为了一个什么女 看不出来 红大人也会对女人动心 天下大人都一样嘛 看见红大人了没有 启禀公主 刚才冯大人揭住了她 天赐和她是不是打起来了 这位姑娘怎么知道 天赐会有不大功手啊 赶紧带我去找她们 是 是在那边 那边 天赐 我是你叔叔辈的人 怎么会坏你的好事呢 孟姑娘不肯嫁你的真正原因 是因为她心里并不喜欢你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你可以去问她 她喜不喜欢我 是她的事 我正要和她拜天地 你把她抢走了 这个账怎么算 红元对不住你 我向你赔罪 我欠你人情 日后定当奉还 还要怎么样 难道要我把命赔给你吗 我不要你赔命 也不要你欠我的人情 我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情 就算完了 去孟如做媳妇 不行 在下万万不能 我就知道 你是个王八蛋 天赐 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 我抢孟如姑娘 只是想和你开个玩笑 你又何必非要强人所难呢 你以为你抢了人就没事了 她的活被你勾走了 你又不要她 你 天赐 别再说孩子脾气了吧 你到底答应不答应 此事非同儿戏 在下实难从命 那你就杀了我 我为什么要杀你 你娶不娶孟如 我不能娶她 为什么 就算你杀了我 我也不会这么做 你杀了我 我为什么要杀了你啊 那你娶孟如 我不能娶孟如 你不要再逼我了 废话少说 现在咱们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我跟你说不清楚 我去找你脚架 我跟你拼了 走开 你什么时候有了场合 你什么时候有了场合 我还是随着吃 你别想 update 你怎么个人 对我来说不容易 你什么时候有了场合 他们不承担 你怎么能觉得 对我来说 对我找什么人 我陪你帮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天赐 红叔叔已经说了 孟姑娘的伤并不是很严重的 她会把它全部治好的 你干嘛要跟红叔叔打架呀 天赐 不是都跟你说明白了吗 你干嘛老不理我 看着我干什么 走 走走走 天赐 你干嘛老不理我呀 我又没做错什么 你动不动就这样对我 想你跑了 走开 你动不动就说 太夜了 你动不动就怎么回事 姑娘 不要了 大人 您回来了 别起来 小心吵了气 洪大哥 我已经没事了 你去歇着吧 好 孟主妹子 你告诉我 天赐小时候 真的不会武功吗 你刚刚叫我什么 你何苦替我挨那么一扎弯 我只不过想看全他 他的招式 我已经有所准备 就算真的打在了我的身上 我也想挨得住他 对不起大哥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挡上去了 天赐的武功 什么时候变成真的了 正因为这样 所以我才来问你 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他原来的武功全是假的 他要是会 才不会装出不会的样子 他是那种心里有话地藏不住的人 看来是有高人相助他 洪大哥 这个人的武功会比你好吗 看来是这样 真是天外有天啊 否则他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练就如此高的功力 天赐能打过你吗 那倒不至于 天赐想打赢我 至少还得练上一二十年才行 洪大哥 就算他现在赢了你 我也不会喜欢他的 我已经跟他说得很清楚了 他为什么还要来找你呢 他来找我并不是想抢你围绝 而是想让我娶你 你不答应是不是 你不答应他不干是不是 他说不过你 就和你打起来了是不是 这么说来 你还是不想要我 是吗 我喜欢你 我心里全是你 可是 我绝不会为难你的 我不是天赐 也不是男 我知道 喜欢一个人 就该为他多想一些 大哥 你不要再管我了 还是送我回万贵楼吧 宏渊自幼惜 从来都是我替别人拦掌挡剑 从来没有想过 谁会替我挡剑 更没想到 替我当长的 竟是这么一个 根本不懂武功的弱女子 妹子如此待悟 就算是铁人也该化了 梦中妹子 如果你不嫌红渊老 红渊又有何愿 我这个傻子 我自己直到现在 武功动会了 随着空马火一场 西夫人给人跑了 我是个傻子 我是个傻子 我是傻子 傻子 你不认识 我这才是傻子 我就不认识 那我也好 我把你自己的 很轻较 延后 我给你 我 你不认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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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非 到底有谁主宰 一切落定尘埃 很想黑白做人 多高才算不爱 那人不想重来 真情难改 别跟着我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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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找了您衣 请您马上回宫 天赐 衣服去哪儿啊 我去看看孟主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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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赐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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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开始吃东西了 孩儿只跟他说 江湖上有一些朋友 正想办法救他出去 想让他养好了身子 到时候能度孩儿一臂之力 就说了这么几句 然后就再没有见过他 这么说 他不知道你的身份 只怕是 上次他从孩儿府上逃走时 一路被锦衣卫追途 想来是没有机会 搞清楚孩儿的身份 天字那个混球 会不会和我说 这蝇打得一对 那来说 他看着你的身份 非常切 你 你 他会有什么 好 都是 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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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就走不了了 走 这招接上去 要不要装得像一些 快去 是 打开 驾 在这儿呢 站住 给我来 站住 快点快点 别转跑了 准备 快快 站住 快 站住 公子 公子 快 快快 走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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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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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小心 慢点 来 王爷 王爷 皇上的旨意 好像不是这样的 你们 下官受皇上之命保护王爷 这 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 你们不要坏我大事 给 把这个转交给皇上 皇上跪走起来 我待着 快 放我下去 王爷 小心点啊 王爷 放 小心啊 什么尽忠尽孝 分明是被美色索迷 朕只是让他将刺客 带回府中 踏倒好 干脆跑了 朕原以为 他是个有胆有识的孩子 没想到 如此的一意孤行 他万一让那帮叛将 识破了身份 岂不是让朕受质于人吗 皇上 小王爷 既然已经出城走了 您就别着急了 您不是夸过他 有勇有谋吗 说不准 他还真就能办成了 就凭他一个小孩子 想化解两个皇帝的恩怨 这简直是异象天开 皇上 现在小王爷的安全最重要 如果您要教训他 也得找回来才行啊 他此去 并非一时一气之举 要找到他 恐怕没那么容易 那要不这么着吧 全密旨突破各州县 然后再派锦衣卫 暗中追寻去 不妥 小王爷此行 正是因为刺客 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如果这么一找 万一出了什么纰漏 岂不是误了王爷大事 朕虽然不同意他这么做 可他都已经做了 朕也只好将计就计 宏元 臣子 别人珍惜不过 再说那刺客武功高强 只有你能治住他 你就辛苦再走一趟吧 遵臣 你那位孟姑娘的伤务 可要紧吗 回皇上 没什么要紧的 养些日子就会没事 你回来朕就跟你完婚 去吧 多谢皇上挂气 臣告退 回来 皇上 你还是回去照顾孟姑娘吧 则即日先盲婚 此事以后再说 操办婚事 如果缺什么 就找牛公公要 皇上 那小王爷他 那孩子的心思 朕再清楚不过了 他见了你 只怕会怪朕 对他不信任 他这招棋 走得虽然又不信任 有点凶险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胜算 年轻人心气高 既然走出来了 就随他去吧 皇上 朕倒要看看 他有什么应变之策 皇上 要不这么 这 好了 不要再说了 朕的江山 迟早要交给他们父子 早点了却这块心病 也是他们分内之事 宫元 朕再找几个可靠的人 沿途巡查战机留下来的记号 随时告朕 臣明白 牛公公 皇上 明日传旨 找战机进宫 就说让他替朕 整理户部的帐户 从明日起 住进宫里 是 老农明白 战机之事 一定要保密 皇上发个信 竟然放出 那个傻子呀 在草堆上哭了一夜 天赐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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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如姐姐有话跟你说 快点啊 什么事 你不生气了吧 你真的没事了 多亏了你那一掌 我真应该好好谢谢你呢 红叔叔 答应娶梦姐姐了 好 好啊 那是大好事啊 好事去 好 好 满儿 你以后不要叫到红叔叔了 这样的话 我岂不是长你一辈了吗 就算你干 天赐也不干啊 天赐 你干不干 你干什么 干什么呀 参见公主 红叔叔 刚才我和孟如 公主 哎呀 好了 这样好了 以后我也不叫你叔叔了 你也别叫我什么小公主了 对不对啊 来来来 坐坐坐 坐下 吃 反正啊 以后我们都是一家人了 咱们就称 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什么的吧 好不好 哎呀 这如何使得 自古君臣有别 你快瞧瞧她呀 那她这么笨手笨脚的 啊 好了 孟如怎么样 好些了吗 没事 您放心吧 天赐啊 你那些招式都是从哪儿学来的 累吗 我说 我只是想不说 你真的有个人 在那儿学来的 我说我 三个人 你再打算 我在这儿学来的 我说你 就是我 你还没想到 我说我 你还没想到 你我说我 走 走 走啊 你说 你肯不肯做我媳妇 说话呀 我现在就要你做我媳妇 你肯不肯 怎么 原来你也是假的 我不要做你的媳妇 我要你做我的驸马 驸马就驸马 我认了 我们去喝酒好不好 好 喝酒去 喝酒去 走 其实我也从来 又没有把它当回事 你想想看 我们家你也去过了 村子有多大呀 数来数去 也就她还出众一样 如果我连她都搞不到的话 日后我怎么混呢 本来也是说着玩的 她家还嫌我穷 不答应 到后来不还是乖乖的把女儿送到我们家来了 你说我这样就不算是丢人吧 对不对 这倒也是 你又没进过京城 没见过什么世面 自然觉得是孟姐姐最好了 这倒没什么奇怪的 是不是啊 我又不认识你 我又不认识你 我爹又不当官 这你也是知道的 所以我要想认识你 我岂不是要进宫 做太监 我做了太监 我怎么当驻马 你说是不是 是啊 我不会怪你的 现在你连皇上的公主都娶了 连公主的衣服都穿上了 这多有面子 再说了 你和孟姐姐比我认识的早 我怎么会怪你们呢 就算我不认识你 我也不会娶她的 我只是逗她玩 我根本就没有喜欢过她 怎么会娶她呢 你说的是真话 当然是真的 不是吧 如果你说的是真话 你为什么和她拜天地 这个你就不明白了 我算出来 红大人会来抢她的 我才要娶她的 你别吹牛了 你是一个人跑出京城的 怎么会知道红大人会抢她呢 我算出来的嘛 我算出来红大人会去抢她的 我才办喜事的嘛 万一红大人不来 我不是这么就娶了她了嘛 你 你别胡说八道的了 我实话告诉你吧 其实 胡说胡说 是我 是我让红叔叔去抢孟姐姐的 你也不好好想 你也想 红叔叔根本就不认识孟姐姐 他怎么会喜欢孟姐姐呢 既然她不喜欢孟姐姐 为什么要去抢她呢 如果她根本就不喜欢孟姐姐 还有谁能命令她去抢她呢 傻瓜 是我 是我 是我命令她去抢你的新媳妇的 你知不知道啊 傻瓜 公主 大人了 公主 公主 走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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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我们教训教训她 是啊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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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给我狠狠的 狠狠的 狠狠的 找她见着吧 回宫 是 真大 全体是很快的 回宫 为爱 谁能置身事外 和若不停摇摆 血泪成汗为情 穿过烟雨楼台 红饭永不离开 前进南漫 是非 到底有谁主宰 一切落定尘埃 分笑明白 做人 多高才算不安 男人不想重来 真情难改 英雄 英雄 上走迈入了胸怀 也许桑天成沧海 仓好悲哀 却不重来 英雄 英雄 天地有情好奇在 爱到深处多感慨 无论正与白 如云烟 散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英雄 天地有情好奇在 天地有情好奇在 爱到深处多感慨 无论正与白 如云烟 散开 如云烟散开 我 什么 他打了吗 九娘 启禀皇上 槿娘带着天策来了 在哪 天赐正贵在宫门外父亲请罪呢 那井姑娘恳请进宫面见皇上 面见皇上坐 你得了 快给你去 我不能复发了 我再也不能复发了